师哥 你一定会娶我的 是吗 等你娶了我以后 我就什么都跟你说了 刚才那戏子的话 没听下去吗 什么 姑娘嫁人 莫要嫁给穷人 你师哥一凭无息 万万嫁不得 我师哥聪明才学 天下无双 谁不想嫁给他呀 这怎么了 太子殿下 快进去吧 皇上兵重 皇上兵王也在里面 皇叔也在里面 殿下保重 父皇病重 你让我保重什么 你的意思我知道 我只是不喜欢大家总这么鬼鬼祟祟的 殿下明白 臣就放心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往皇上的庆功里闯 你给我闭嘴 没你身边的法 你这个狗东西 就知道哄了太子殿下吃和玩耍 如果这次真的嫌太子于不义 你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赶荡 给我跪下 是东厂的人找到你的 还是你自己回来的 是儿臣自己回来的 是父皇宣儿臣进宫的 儿臣就算没脸 也只能进宫了 朕是选你进宫 来给父皇收尸的 你知道吗 父皇万寿无疆 我问你 是父皇宣传回来的 父皇 我是什么时候宣的你 你又是什么时候进的宫的 儿臣不孝 来人 此账 父皇 父皇 您忘了件事 什么 打多少 我死了他 臣恳请陛下开恩 谢父皇 皇上 师哥 你整夜里都陪着我 你累了吗 师哥离事非纷扰越远 人就越有精神 瞧 这事也多开过啊 我看 干脆把这个结了算了 你也好到处找找 师哥 出门的时候 我已经在这儿打了死结了 那有什么关系 结了师哥这边 那不是一样吗 师哥 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我都已经想好了 从今往后 我一切都听师哥的 这回回去以后 我哪儿也不去了 师妹 师妹 师哥和你相处十年来 你的笑 你的愁 师哥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正在你还没笑 还没愁之前 师哥就会知道 你会怎么样 你是天下心地 最为清澈纯净的人 师哥不忍心 也不舍得让任何灰尘的长大 师哥 师哥 你把师哥的话听唱 我 我指的不是你我之间的情谊 你懂吗 来 尝尝那边 真是舒服啊 来 来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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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爷 您王殿下来看您来了 快请他进来 是 你说这回皇叔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 跟你说话呢 李东阳他们把你吓傻了吧 太子殿下进了什么东西了吗 回王爷的话 殿下不肯进膳食 太子殿下好些了吗 朕知道你们带兵入宫是冲着谁来的 非常之始要非常之谋 而非常之谋一定处自非常之臣 朕之所以要你们三个人主持内阁 回的就是这一天 谁说你们有罪 就如同说朕有罪 谢谢陛下 陛下 臣预计这几天 就会有一些御史上纵章弹劾内阁 请陛下 务必温言褒奖他们 为朝廷留几章敢说真话的罪 朕知道了 你们平身吧 谢陛下 皇叔 没事 我一时还死不了 对了皇叔 你是喝酒还是喝茶 你赔我就喝酒 你不赔我就喝茶 好 拿酒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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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公公爱主心切 有刘公公在殿下的身边 我就放心多了 啊 来 干 好 来 来 皇叔 诸王之中 只有你最不会装腔做事 可惜一年下来 相聚也不过几天 要不是殿下身负国家重任 我倒真想请你 去我江西走走 皇叔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那才是人该过的日子呢 你是皇上的独子 殿下的一言一行 都被朝里的大臣们所瞩目 皇上对殿下爱之妾 未免有时候择之身了 殿下千万不要记恨才好 自从母后去了之后 父皇的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 就他这么个爱法 我 我跟皇叔说说话 你老捏我干嘛呀 这是我的一个方式朋友送的药 据说对治疗创伤有神像 需要些 留公公听着 先用温开水化开了 敷在伤口上就行了 刚才的酒正好是药饮 好了 殿下赶紧用药吧 我得告辞了 我就知道皇叔 绝不会空手来看我的 我 告辞了 黄叔 你知道一个叫 王阳明的家伙吗 是圣人风的杨明先生吗 他在哪儿 能不能替我引荐一下 这懒书生 倒没骗我 这十只一二 还真让我碰上了 太子殿下毕竟年轻 难免会被身边的人引诱 纵然太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陛下 也不要过分的责备他才好 是是啊 只要我有第二个儿子 哪怕他是个白痴 朕也会立刻废了这个畜生 放他到大街上去 让他和那些市井无赖们玩个够 这才随了他的心愿 对吧 可是陛下总是当众打他 不但是他感到羞辱 这也很是朝廷的颜面哪 他又几斤几两 朕最清楚 你们说 这蒲天之下 除了朕 谁还能治了住他 朕只想 在我死了之后 给你们留下一个好一点的皇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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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些事情改天再说吧 朕有点累了 后天 你们跟我一块到这个畜生的窝里去 考核他一下他的学业 让你们开开眼 谁也不许告诉他我要去 这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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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树这人啊 总是知道我最想要什么 难得他想得出来 这点啊 谁都比不了他 干嘛呢 给我捡回来啊 快去啊 我爹呢 总是知道我最讨厌什么 而且给起来是时候没商量 这兄弟俩还真是一对绝配 干嘛呢 你要是再看我屁股 我罚底里来看三个月论语 这次算他命大 侥幸挺过来了 不过咱们有了这么一位 听话的太子爷 吴姨 只是从罚目中 听话的 至此 太子爷 现在是纬帽 这些人 曹姨 就说 不过是 是 喵 是 我 我 你 王爷 我们为什么不干脆 在路上撒点笔子什么的 太子没了 李东阳他们 难道还能再变住人一个吗 皇上走了 太子被刺 这么巧的事 不会让天下人生泥吗 林大人 我知道你对我忠心 拔不得那一天尽快地到来 王爷 反成大事并有大风险相随 下官认为 王爷只要抓住皇后 加上我们东厂的朋友帮忙 如果这样 我们一定有五成的胜算 这个皇后很可爱 昨天我已经和她交过手了 她禁不住我的三拳两脚 后来啊 后来皇上醒了 也幸亏是我的药丸救醒了皇上 不然麻烦可就大了 我可不想用自己的脑袋 去试神机银的火器 是啊 当时下官在外头急的是冷汗之流啊 不过王爷下官还是不明白 王爷怎么会想到要救皇上 王爷不怕皇后在皇上面前说什么吗 皇后娘娘不是个多嘴的人 而且她不爱皇上 所以我说她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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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杀人 是为了救人 我保证用不了多久 他们父子俩就会高高兴兴地在极乐世界相会 重要的是不露痕迹 不露痕迹 明王小的时候 别人打马球她看书 别人看书的时候 她坐着一个人发呆 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时隔多年 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候 救我的人竟然是她 您王是皇上的兄弟呀 他救皇上 不是天经地义的是吗 皇上怎么用 静燃这个词 昨天夜里我昏迷不醒的时候 她都说了些什么 她很替皇上着急 还有呢 也替我着急 那她替自己又是怎么计划的 寅王潇洒淡薄 她没替自己计划什么 潇洒淡薄 她 是有点太想让别人知道这点了 皇上 咱们毕竟是一家人 皇上 还是往好处想吧 你在宫里待的时间还不够长 皇上 人到了这个位置上 兄弟 父子 亲亲 你 说点别的吧 皇上 我想求你件事 行吗 你也有跟朕开口的时候 好 朕先准了 要什么 说吧 我想求皇上 别再打太子了 连你也这么说 好吧 我答应你了 后天你跟朕一块去 考教太子同科 顺便看看他身边 到底都是些什么货色 好 朕也该为将来做好准备了 听说昨夜有人在京城的大街上 种庄稼呢 这个种痘的人 胆量很大 谋划很深 昨天深夜里 京城里遍布着东西粮场的太监 有谁敢出来 当着他们的面 来种那个庄稼呀 我断定是他们自己干的 自从朱王朝进到现在 京城就不太平 现在节已经过完了 这些王爷也该回去了 朝廷不是有这样的制度吗 制度是有的 可是从来谁也没有认真过 人家不是秦王就是郡王 谁愿意得罪他们 可是就算我们硬赶着他们走 他们也未必会走 特别是那些喜欢种庄稼的王爷 他就会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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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无生气 皇上春秋鼎盛 这病过两天 过两天也就好了 你说这种话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春秋鼎盛 万岁爷 宁王殿下求见 他真会挑时候 你给我去查 这两天太监宫女 帮护皇妃在内 凡是平凡出宫的 都给我抓起来 他怎么会知道宫里的叙事 记住 一个也不许放过 是 奴才这就去查 那 明王殿下 让他给我滚回去 有时明天再来 是 记住 明天这个时候 你要是再查不住 所以然类 我就夸了你 奴才明白 奴才明白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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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你忙深夜求见 必有他的想法 皇上有时没疑心 不如招他进来问问 不是更清楚吗 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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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让他等一会儿再进来 我这个样子 不能让他看到 皇上 我许是要回陛下 不 你就在这 诺大哥宫殿 我能相信的 也就是你了 圣上病重 来京的诸王 必然是各有各的想法 我们派人往他们门口一站 就是告诉他们 想要看热闹 站脚助威的请回 想要唱大戏 粉末登场的留下 让我们看着你眼 说不定 不等这处大戏开演 皇上的疑心 就落在某些人的头上了 今天下午和皇上奏对的时候 东阳兄说起太子身边有小人 是有所指吧 你们不觉得 那个叫刘锦的太监很难缠吗 所以你想臣皇上多疑 借皇上的手 杀了他 陛下历经图治 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 定会始终庇护 纵然陛下有些小样 只要按时尽衣尽药 不日就可痊愈的 是啊 在外 有你这个宗室平护 在内 有李东阳这些鸿骨大臣为耻 就算朕真的有一天不在了 朝廷也会稳如泰山 陛下这么说的话 倒让臣不义回答 你深夜进宫 没有别的事吗 臣只是想念陛下 也没什么特别的大事情 夜深了 陛下早些歇息吧 臣告退 夜深夜 皇上 皇上 您忘的东西掉了 是什么 不知道 大概看看 皇上 跟昨夜的那颗一模一样 他这是拿来给振斥的 我的状况 他一清二楚 都是一家人 万一干嘛不直接拿出来 非要搞得神秘兮兮的 他知道我讨厌别人炼丹求药 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告诉我 我服用丹药的事情 别人都不知道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尼王真是善解人意啊 善解人意 你觉得诸侯赵跟他比起来 像什么 太子殿下像什么 死人 皇上 这药还吃吗 昔日汉家独尊卢树 开五经辟公车 成就五百年基业 所谓万川归海 实则可以一字概括之 殿下以为此字何字啊 不中不偏不偏不倚 中庸 中正 也是儒家大义 太子殿下学问大有长进 当真可喜可贺 不过汉家以仁孝至天下 种在一个孝子 所以自汉高族以下诸地 一号中都带一个孝字 譬如太宗孝文皇帝 世宗孝武皇帝等等 无不身体力行 以孝为先 以孝为荣 当今圣上仁和慈爱 殿下应该多尽为人子 为人臣的孝道才是 殿下以为如何呀 你尽孝 我尽忠 尽忠乃是臣子们的本分 太子殿下应该多尽些孝道才是 我尽的忠是百发百中的忠 让你也没这个本事 下来 为臣叩见皇上 儿臣叩见父皇 父皇万岁 你到书上干什么去了 儿臣不知道父皇要来 你母后也在这儿 你在树上待得连规矩都忘了吗 儿臣还没来得及给母后行礼 就被父皇打断了 皇上 我看就免了吧 皇上昨天还打 赵儿有伤在身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必多礼了 什么赵儿 谁是赵儿 肉不肉麻 皇后娘娘竭力维护太子殿下 请陛下明朝 陛下 太子殿下虽然年轻气盛 但内存人孝 皇上龙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臣斗胆 请陛下千万有息怒 仁孝 他跟仁孝二字从来就不沾边 朱后赵 我问你 你到书上干什么去了 陛下 太子年轻好动 读书之时 适度的游戏 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不耽误学业 陛下也不必让他 过于拘泥于授业的形势 宗师傅 请你过来 是 宗师傅 请你把太子殿下授业的近况 禀明皇上 是 太子殿下聪明人会 刚刚还领悟了儒学之所谓忠的大义 宗师傅 你做了二十几年的汉礼 当了四十几年的大明臣子 你的学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难道你一点也不清楚吗 陛下 殿下会慢慢好的 将来 他是你们的皇帝 朕问你 你是不是以后 每天都在树下 向大明天子奏事啊 你们不用替我遮掩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 我就没见他对我有什么好脸色 父皇 我不想当什么太子 将来 更不想像你一样 当什么天子 你要杀我 只求你一次办得利索点 何必让我零零碎碎的受苦呢 好 今天 我就随了你的信愿 李东崖 臣在 你指 废太子为庶人 求饮永年宫 陛下 时关国家气云 请陛下从长计议 你写不写 难道我大明朝 还没有几个会写字的吗 谁来 刘监 臣在 陛下 老臣我 实难从命 陛下 陛下 丢着你也是祸国殃民 朕要替天下杀了你这个畜生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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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快跑 不能这样 他的儿子 他要杀你 你的心是吗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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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闯话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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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不再说 不再说太子无辜 是吗 阿妩 谁有 不再说 普天之下 只有奴才死有余辜 可是奴才这条狗命 万万轮不上万岁爷您亲自动手 没算你明白 说 到底怎么了 万岁爷 万岁爷 老子是太子爷上述这件事吗 够奴才 太上问真 不敢 太子爷上述的主意是奴才出的 绳子是奴才拴的 太子爷也是被奴才请上述的 要错全是奴才的错 与太子无关 就算你颠的是真的 可他身为一国储君 世事事都要听你一个燕人的话 也够该死的了 燕人 没有儿子 万岁爷要是杀了太子 万岁爷同样也没有儿子了 这个狗东西有胆 对这个畜生道远忠心 你叫什么名字 奴才 刘瑾 刘瑾 刘瑾叩谢万岁爷不杀之恩 刘瑾 朕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刘瑾 主后赵 就是被你们这帮狗奴才带坏的 万岁爷奴才还有话说 你鬼叫什么 是万岁爷让太子上书的 你听这阵 竟是害族 好 朕就要你多活一会儿 你 谢万岁爷 前天夜里 万岁爷欠安 太子爷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变得不好 再换一个 太子爷挂念万岁爷的龙体 他想去宫里看你 可又怕你一见着他 就生气反而坏了大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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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奴才斗胆请太子上书远远向宫内张望 见宫内没有异常 太子才稍微有些放心 这时候宗师傅在树下吵闹 太子不愿意让他打扰 这才用枣去砸砸他 这么说 太子是个大大的孝子了 千真万劝 你也是个大大的忠臣了 奴才不敢 刚才你为什么不说 奴才不敢鞠躬 不敢鞠躬 你的肚子粘形无理 多少个师父被他骗出了门 你竟然编这套鬼话来骗朕 太子爷是千里马 不是一般人驾驭得了的 你什么 不敢鞠躬 你不敢鞠躬 不敢鞠躬 你不敢鞠躬 不敢鞠躬 不敢鞠躬 你不敢鞠躬 这奴才 你不敢鞠躬 我只是一条被万岁爷呼来唤去的狗 但是狗的鼻子特别灵 我知道有个人能行 谁 王阳明 王阳明是天下狂生 朝廷屡次征召沉都不肯来 请你这个奴才 有什么本事让他出山 奴才 谁是奴才 刘太监自有刘太监的高招 赵儿 你来干什么 什么拟你的 赵儿不想出工去转转吗 你母后肯放我出去吗 赵儿不想出工去转转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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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 叩见五号 赵儿 平身 把这个借你 你去了 给那个叫刘锦的 办事方便些 这个 你从哪弄来的 我偷的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 我是你的母后啊 那你为什么还 马车在宫门口等着 你是要问问题 还是要去追留警 门口哲 我偷的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帮我 汇笑了 都是 Awful 你缓慢点